我的父亲在诺定汉郡 置有一小份产业 五个兄弟中我是老三 十四岁那年 我被送到剑桥伊曼牛尔学院 在那里待了三年 专攻学业 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极少 尽管如此 因家底不厚 供我上学的负担 还是重之又重 这样 我便去给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 詹姆斯·贝茨先生当学徒 一当就是四年 间歇我父亲会寄给我一些零花钱 我把其中的一些用于学习航海 另一些用于学习数学 我总坚信有朝一日 我将有幸踏上旅途 而这两门学科对旅行都颇有帮助 我同贝茨先生告别之后 去见了父亲 他叔叔约翰还有另外一些亲戚 给了我四十英镑 此外他们许诺 每年给我三十英镑 以维持我在莱顿的生活 在那里的两年零七个月 我都一心学医 我知道这对长途旅行也很有益 刚从莱顿回来 我的恩斯贝茨先生就推荐我 去亚伯拉罕潘奈尔船长 率领下的燕子号商船 做水船的外科医生 我在那儿干了三年半 曾到过利凡特和其他好些地方 在老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下 我回来以后决定留在伦敦 他还给我介绍了几个病人 我在老周瑞街 一座小房里租了一部分的房间 当时大家劝我改改生活方式 这样我便和一名叫做 玛丽伯顿的小姐结为夫妻 她是在新门街做内衣生意的 爱德门伯顿先生的女儿 在家里排行老二 她的父亲给她价值 四百英镑的嫁妆 好景不长 其后两年 我的恩斯贝子去世 一来我的朋友不多 二来我又不肯违心地学习 那些胡来的同行 生意便日渐萧条了 我同妻子还有几个熟人 商量了一番 决心再次出海远航 我先后当过两艘船上的外科医生 六年之中几度航行 至东印度及西印度群岛 赚了些钱 由于总是能够搞到许多书籍 每逢闲暇我便读书 读那些古今名著佳作 到港靠岸的时候 我观察当地的风土民情 学习当地的语言 我记性还不赖 因此学起来不算费劲 在这几次的航海中 最后一次却不怎么如意 我开始厌倦了海上的生活 只想着回家和妻子家人们 一起安稳度日 我先从老周瑞街搬到了角疗巷 其后又搬到了威平 希望能从水手那儿拦点生意 结果却毫无收获 这样过了三年 以无时来运转的希望 我便接受了林安号船主 威廉姆·利普查船长 待遇优厚的聘请 他正要到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 1699年5月4日 我们从布里斯托尔起航 航行之初非常顺利 由于某种原因 一五一十的叙述在这一带的海域 所有的冒险经历并无益处 我只谈谈下面的情节也就够了 去往返东印度群岛的途中 我们突然遭遇一阵强劲的风暴 船飘到了梵蒂门兰某个海域的西北部 据观测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南尾30度02分 有12名船员因为过度劳累和恶劣的隐私 死亡 其余的人也围在旦夕 11月15日 正值当地的初夏时节 天空一片尘埋众舞 在离船井半练的地方 随手门突然发现前方有座礁石 无奈风势太猛 不及躲避 船便静止地往礁石上撞去 灯石破裂 连我在内六名船员 把救生的小船放下海 竭尽全力了脱离大船和礁石 因大家在大船上时 力气已经耗尽 据我估计我们只划大约三里隔远 就无力为继 只好任凭波涛的摆布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北方又突然刮来了一阵狂风 把小船也给掀翻了 小船上的同伴 以及那些逃离的礁石 或幼者或者仍留在大船上的人们 后来如何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断定 他们肯定全完了 我自己呢 则听天由命地求着 任凭风浪把我自己推向前方 我有多次把脚往水下伸 却总是探不到底 然而就在我已无力挣扎 差不多就快要死翘翘的关头 我发觉水已不能磨顶 风暴也大大减弱了 海底没有什么起伏 我走了将近一英里 猜测大概到了晚上八点 才来到了岸上 接着我向前走了 约半英里 却没有发现任何房屋 或是居民的踪影 至少当时我太虚弱 而没有看到 我累得要命 天气又炎热 离开大船前 我又喝了半瓶托的白蓝地 睡着会儿 困乏至极 路上的草 短短的软软的 我就往上头一躺 倒头就睡 这一觉真是前所未有的 酣畅香甜 我估计我足足睡了九个小时 因为当我醒来时 天已经大亮了 我想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不能动弹 因我碰巧 仰面而躺 这回便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 都被牢牢地绑在地上 我的头发又长又厚 也同样被绑着 此外从夜窝到大腿 我身上也似乎横绑着一些细细的带子 我只能朝上看去 太阳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听到周围一片嘈杂 但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 什么也看不见 过了一会儿 我只觉得有个活东西 在我的左腿上蠕动 它越过了我的胸脯 慢慢地走上前来 几乎是来到我下汗前了 我眼睛尽力地朝下望去 却原来是一个身高不足 六英寸 手持弓箭背负箭带的人 与此同时 我感觉至少有四十个 据我推算 像他这样的人跟在他身后 我大吃一惊 便大吼了起来 把他们吓得转身就逃 后来有人告诉我 其中几人从我腰间往下跳 竟然还跌伤了 不过他们很快又都折了回来 有一个胆子很大 竟然走到能看清 我整个面孔的地方 他举起双手 抬起一双满是艳羡的眼睛 发出一阵尖利又清晰的声音 海奇纳德古尔 其他人把这几个字 又嚷嚷了几遍 但是我还是战恶和尚 摸不着头脑 读者们可以想到 就这么一直躺着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最后我挣扎起来 要松脱绳子 我很幸运了 争断了绳索 拔出那些将我的手臂 左臂固定在地上的木钉 我将左臂举到眼前 才弄明白 它们是捆覆我的方法 同时我用力猛扯了一下 虽然很疼痛 却把绑在左边头发的绳索 给争松了一点 这样我才能稍稍把头转动 约两英寸 但是不急我去捉 它们就跑掉了 它们齐声大喊 那尖锐刺热的喊声过后 我听到其中一个大叫了 托尔哥凤纳克 即刻就感觉 有一百多只剑射中了我的左臂 像许多针刺一样的铜 它们又向空中射了一阵 和我们欧洲人放炮差不多 我猜很多剑射进了我的身上 虽然我没有感觉到 有些则落到我的脸上 我急忙用左手去挡 好不容易熬过了这番乱剑的袭击 我才感到身上的剧疼 情不自禁地呻吟了起来 接着 见我还在挣扎着弄脱束缚 它们便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设计 还有人试图用毛来刺我的腰 幸亏我穿了一件牛皮背心 没叫它们刺进去 这样 我想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安安静静地躺着 我打算就这么挨到夜晚 反正我的左手已经松绑 到时候不难恢复自由 再说了 如果当地居民身材都像我见到的这般小 即使他们调来最大的军队 我也坚信我能与之抗衡 但是命运却为我做了另外的安排 他们见我安静下来了 就停止了射箭 但随着吵闹声的增大 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增多了 正对我的诱饵离我大约四码的地方 我听到他们足足敲敲打打 闹了一个小时 好像在干什么活儿 墓丁绳索在允许的范围内 我尽量转过头去 这才瞧见一座新建的 大约有一英尺半高的台子 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 旁边还搭着两三幅梯子 一公攀登 他们中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显贵的人物 正像我发表长篇大论 可惜我一个字也听不懂